这位讲员是州议员 你们记得赵明福事件吗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讲员曾经是 赵明福曾经是他的政治秘书 各位先生们 请向萨达瓦議員 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欧阳汉华同志 各位亲爱的巴达瓦来西亚同胞 大家好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胞 看起来你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在5月5号要做什么 不是换雪州政府还不要搞错 换了雪州政府小弟就变成反对党了 所以我们在5月5我们大家都准备好要换中央政府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讲讲换政府好像很容易 好像很容易这样吗 我们在讲喊可能很容易 但是虽然讲这件事情我认为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也不是这么容易 为什么我真的讲 因为这一次我们相信这一次马来西亚的选举呢 应该是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选举 你们同意 同意 为什么我讲这一次的选举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肮脏的选举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金钱政治 我想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 国阵通过一个大马援助金 BRIM BANTUAN RAYA SATUR Malaysia 一个大马援助金你派了两次 在场的有谁拿到一个大马援助金500块 来请举手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不敢举手啊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不拿白不拿 来有谁拿的请举手来 勇敢的举手 给我们个掌声来 这个钱不拿白不拿这个钱是人民的钱是政府的钱对不对 但是钱要拿票照偷偷给火箭对不对 你不拿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还的 因为国阵先用未来的钱 国阵用未来的钱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国阵统治马来西亚55年 留下来给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礼物呢 就是五千亿马币的国债 五千亿马币 五千亿马币有多少啊 五千亿马币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举个例子 马来西亚人口大概有两千多万左右 两千多万 如果我们五千亿除两千万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啊 从小到老啊 就算你一个脚他进了天堂 还没有进天堂你都算了 还没有去世你都算了 叫还活着的马来西亚人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还清这一笔国债呢 我们要还每一个人要还两万五千块 每个人背负的这个债务帮我本身 我们要背负两万五千块 从小到老 只要你还没有死 我们要还清这笔国债呢 要每个人要还两万五千块 所以你要不要你的孩子 你的下一代 来帮我们还 要不要 我们希望说在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能够结束 我们在过去五十五年 所留下来的那些问题 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个严重性在哪里 我再举多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我们在场的有谁每个礼拜 或是每个月有买万字的有没有 买炒票的有吗 有没有 有买的请记住一下 再给大家一个掌声来 勇敢到马来西亚人 那我给你再给你一个例子来想象一下五千亿马币有多少 那如果你买彩票买万字 你每个月中一百万 每个月中一百万 你每一个月中一年中十二个月 一千两百万对不对 然后每一年中完一千两百万 要不要我给个针子你 要不要 如果中完之后你要捐钱给新动党 可以不可以 那你明天去买一七五八 一七五八 那我讲如果你每个月中一百万 一年中他一千两百万 那你要中多少年才中完五千亿马币 有谁数学好可以算一下吗 一年中一千两百万 你要中多少年你才中完五千亿 四百年太少了 啊 还不够还不够 四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国政统治的马来西亚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在台高筑的一个政权 就算今天明连上台执政 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用还钱 我还是要还这笔钱 只是说我们短痛不如长痛